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英国阿联酋合拍的恐怖电影《护身符》 故事开始,男主是一名特种兵,他参军多年身经百战,但却因为性格的原因惹怒了上级,被派往了一个哨所驻守边境,整个哨所方圆极理地只有他一个人 这天男主正在站岗,一个女孩慌张的跑了过来,像是被人在追杀,然后女孩就晕倒在了男主的面前 男主把女孩带回了哨所,一开始还细心照顾,但单身多年都没有见过女人的他,却动了歪心思,想要和人家不可描述 女孩不从跑进了森林中,男主也追了进去 画面一转十年过去了,男主因为为被军纪被军队开除,回到故乡后就成为了一名流浪汉 为了有口饭吃,白天到工地上打零工,晚上就睡在一栋烂尾楼里 而在睡梦中,男主总能梦到当年在哨所时候的情形 梦中的他还在森林里挖出了一个用骨头制成的护身符 每次梦到这个梦,男主都会惊醒过来 就在昨天晚上,男主正在睡觉的时候,烂尾楼却找起了大火 男主慌忙收拾东西逃跑,但快到路口时,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砸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前还站着一个老修女 老修女劝男主别慌,说这是在他自己的家 而接下来的日子,男主在老修女的悉心照料下,头上的伤渐渐的好了起来 男主对老修女表示了感谢,但还是提出想出去流浪 接着,老修女对男主说,自己认识一个叫小丽的姑娘 和他的母亲住在不远处的一栋大房子里 他希望能找一个可靠的男子和他共同照顾自己的母亲 不要求收入,也不要求长相,只要有责任心 如果一切都合适,结婚也可以 男主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立刻就欣然前往 本以为这会是个丑八怪,没想到小丽姑娘长得很是美丽温柔 看的男主是村心荡漾,由于老修女这个熟人介绍 小丽没有过多的犹豫,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然后就引着男主看房间 这栋房子外面看起来很漂亮,但里面却已经很破旧 墙壁上还长满了霉菌 不过回头一想,小丽还有一个身重病的母亲 确实也没有时间打扫房间 只是男主来了半天,都没有见到小丽的母亲 小丽告诉男主,这栋房子没有电,只能点蜡烛 因为自己的母亲因为病痛的折磨,总想摸电门自杀 男主对此表示理解 再说了,能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共处一室,还要啥自行吃啊 晚上贤惠的小丽给男主做了晚餐 男主尝了一口,简直是好吃的不要不要的 并问小丽这是什么肉,怎么这么的好吃 小丽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的走开了 而男主是一口气就把盘子里的肉都给吃光了 到了半夜时分,熟睡的男主听到楼上的地板突然动了一下 转过天,她问小丽,小丽说这是她的母亲在瞎折腾 她总是半夜不睡觉,发出一些奇怪的动静 让男主不要在意,男主毕竟是特种兵出身 她感到这里有什么蹊跷 于是暗中观察小丽,发现小丽的胳膊上有被人咬的牙印 而且小丽母亲的房间总是被反锁着 这天半夜,好奇的男主闲着没事 想透过小丽母亲房间的钥匙孔看看里面的动静 但是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而男主不知道的是,他的一挤一动都被小丽看在眼里 第二天一早,男主起床想洗把脸 但他却发现洗脸池里面流出了一些黑色的粘液 看起来很是恶心 而想去一下厕所,马桶也坏了 被什么东西给堵得死死的 男主试着冲了几次水,但还是无济于事 接着男主跑到了仓库,找到了一包工具 但发现这些工具上似乎沾着些血迹 男主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有在意 他拿着工具终于是修通了马桶 但奇怪的是,随着水位退去 里面竟然出现了一只可怕的白色蝙蝠的尸体 男主拿起来凑在眼前一看 白色的蝙蝠居然咬了男主一口 男主愤怒的一脚将蝙蝠给踩死 小丽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也是非常的震惊 说这蝙蝠长得像地狱恶魔的幼崽 男主没有听懂这是什么意思 男主就说道,就算撒旦来了 自己也不怕,也会打得他跪地求饶 到了下午,为了求得小丽的欢心 男主主动的干起了家务 他要粉砂房子的楼顶 在去除厨房顶的霉菌时 男主忽然发现楼顶上镶着一个大贝壳 男主一下子就愣住了 他在边境当兵时 曾经听过一个当地的传说 说当地人会用大贝壳来对付恶魔 这里有大贝壳镇宅 难道这是座凶宅吗 小丽走过来说 这也许只是一种独有的装饰风格而已 让男主不要在意 就在这时,家里的灯泡突然亮了 小丽大喊不好 一定是母亲偷偷地把店给接上了 他赶紧跑上了楼 男主也跟了上去 见到了小丽的母亲 而眼前的一幕让男主惊呆了 这老太太长得跟神雕侠侣里里面的球铅齿似的 但球铅齿和她比起来 简直就是大美女 你们品 而更恶心的是 这老太太居然还往下一滴一滴地滴着黑色的年夜 小丽哭着对男主说 这就是我的母亲 但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照顾她 话音未落 小丽的母亲花婶突然发狂似的扑向了小丽 男主果断来了个英雄救美 一拳打倒了花婶 然后带着女主冲出了房门 只留下了花婶在房间里咆哮 经过这一件事情 两颗年轻的心走得是越来越近 当天的晚上 小丽又给男主做了丰盛的晚餐 吃了晚饭后 小丽拉着男主到酒吧蹦迪 看着性感迷人的小丽 男主发现自己似乎真的爱上了这个姑娘 但想到她的母亲 男主又犹豫了 她悄悄地离开蹦迪的小丽 找到老修女谈心 老修女告诉男主 自己觉得男主和小丽是真心的般配 以后一定会苦尽甘来 一定会幸福 男主一听也觉得在里 就又回到了小丽的家 一进门 两人就干柴烈火 跑到房间不可描述去了 谁知就在这时 男主竟然发现 花婶竟然通过地板的洞在偷窥他俩 吓得男主顿时就没了兴趣 小丽也是很恼火 她气冲冲地爬到洞口和母亲理论 不料花婶竟然用一个铁棍捅伤了小丽的脸 小丽也是愤怒了 她让男主拿着刀去杀掉花婶 男主一开始当然是不干 觉得杀掉花婶对她也是一种解脱 男主拿着刀来到了花婶的房间 却看到了更加悔三观的一幕 只见花婶的体内居然伸出了一只白色的蝙蝠 男主一看 这根本就是个怪物 上去对着花婶猛刺了竖刀 但花婶居然非常的强硬 还将她的刀给抢了下来 男主也是怂了 赶忙就退出了房间 他向小丽道歉 说自己无能 而小丽很善解人意地吻了她 说她已经尽力了 接着两人就完成了他们的不可描述 画面一转 过去了 这天男主醒来 感觉浑身没有一丝的力气 他昏昏沉沉地走到了客厅 发现小丽不见了 而客厅里却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男主定睛一看 发现这根本不是陌生人 而是那个老修女 此时的她打扮时髦艳丽 翘着二郎腿挑衅地看着男主 接着老修女递给了男主一面镜子 让她看看自己现在的鬼样子 男主一看 这还是当初那个生龙活虎的特种兵 简直像是一具干尸一般 老修女告诉男主 每个人犯的罪过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 你还记得你犯过什么罪吗 此时画面回到了十年前 男主一路追着那个当地女孩进入了森林 然后残忍地减杀了她 并埋尸荒野 而在女孩的身上 男主发现了一个古致的护身符 这代表女孩是撒旦教的信徒 此刻的男主抬头看向了老修女 发现她根本不是修女 而是大名鼎鼎的撒旦 而小丽就是撒旦的奴仆 她的任务就是勾引那些内心邪恶的人 一旦对方上钩 小丽就能摆脱撒旦的束缚 当得知对方就是撒旦 男主反而不害怕了 竟然和撒旦搞起了条件 他说自己可以当他的奴隶 但必须让小丽陪着自己 撒旦笑着说 只要你解决了楼上的花婶 你就能实现这个愿望 男主一听立刻充满了力量 他拿着刀冲上了楼 这次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 花婶直接就被砍成了渣渣 然而这时一张旧报纸 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上面记录着一场十年前的凶杀案 一个男人杀了老婆孩子 而这个男人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这下男主明白了 眼前这个所谓的小丽的母亲 其实就是当年的男子 他因为内心罪恶太多 被迫成为了培育地狱恶魔的母体 而那些白色的蝙蝠 就是地狱的小恶魔 而是花叔 此时一道金光闪现 男主被劈倒在地 他的肚子渐渐的隆起 原来男主剃掉了花叔 成为了小恶魔的新母体 影片的最后 小丽开着车 拉着便衣的男主四处游荡 去传播撒旦的福音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叙事有些杂乱 想表达的东西太多 又要反应战争 又要反应女权 反而搞得故弄玄虚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